前段时间陆续给大家介绍了好吃的小白昌和南昌以后 我看到不少朋友留言说分不清白昌、南昌和赤昌 希望我能够说一下怎么辨识它们 今天我把这三种好吃的鱼都买回来了 在这里给大家再细说一下 它们都是解冻的野生海捕鱼类 目前都没有规模化商品养殖 全国各地都能买到 价格也差不多 通常美金在15块上下浮动 小白昌我也会突破20块美金 因为都是解冻鱼新鲜度不够 用香煎或者煎锅在焖炖的做法比较合适 从好不好吃的角度评价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小白昌 其实是赤昌 然后是南昌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它们的背景 再说怎么区分吧 最左边的这条是鲧鱼 有可能是银鲧 也有可能是鲧科、鲧手下其他鲧鱼的肉体 鲧鱼的生物分类争议比较大 对于吃货来说 我们只需要记住 长这个样的是鲧鱼 是好吃的鱼就行了 今天我买的这条小白昌 和前几期买的又有点不一样 前几期的那些是自带咸味的 今天买的这些没有咸味 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冷冻基数差异 造成的结果 这种小白昌 我国本地有出产 也有来自国外进口的货 本地出产的价格和新鲜度有关 越新鲜价格越高 有机会到海边玩的朋友 建议试一下新鲜的货 中间的这一条 中文证明叫做中间低齐昌 我国没有出产 它分布在东太平洋 是来自南美洲的冷冻鲜鱼 商品名和俗称有很多 南鲜 麻雀鲜 南鲜 鸟鲜 橄榄鲜 肉鲜 最右边的这条 中文证明叫做刺鲜 它的俗称也叫南鲜肉鲜 很容易和中间的这条低齐鲜混淆 刺鲜在我国本土海域有出产 它和白鲜的情况差不多 有本地产的 也有进口的动货 本地产的价格和新鲜度有关 越新鲜的价格越高 刺鲜也是条好鱼 出入绿高 无稀释 以后我买到新鲜的 再给大家详细评测一下 总的来说 这三种鱼 动货品质下的价格 都差不了太多 新鲜的才有区别很大 全国各地也有所不同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从外观上区分它们 从形状上来看 小白鲜和南鲜的区别 并不是很大 刺鲜就不一样了 它还有个俗称叫海鲫鱼 大家看看鲫鱼的形体 除了刺鲜没有鳞片 是不是很像 再有就是 小白鲜和南鲜是没有负旗的 刺鲜有负旗 这样对比 我们就可以把刺鲜 和另外两种鲜鱼区别开了 我们再来看看 小白鲜和南鲜的区别 小白鲜的体色 是白色的腹 蓝色的背 尾鳍颜色偏白 头部也是有点像 褶鱼那样半透明状态 南鲜鱼整体偏银灰 鱼背颜色偏黑 头部也是黑色的 尾鳍的颜色也偏黄 不知道我这样比较 大家看出他们三者的区别了没有 认鱼这种事 还是得多看 最后我给大家看看 他们煎好的样子 大家可以试试 能不能把他们都辨认出来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蜜拉书 欢迎持续关注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